意外发生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 一条通勤的主要干斗上 民众纷纷拿起手机拍摄 马路几乎被炸裂出现一条又一条的大裂缝 从空拍画面来看马路断成一片片 车辆到处横躺 看起来超像玩具积木 当地的民众居然没有在怕 在炸裂的马路上到处走动 紧急事故应变中心随即封锁现场的道路 又是管线出了问题 目前爆炸的原因不明 恐怖的瞬间还有这一幕 阿根廷一名女子正在过斑马县 原本相当悠闲 下一秒两台黑色的车辆高速冲过来 就在女子面前猛力相撞 接着立刻朝两边分开 只差一点点女子就要被撞上 惊险躲过被夹击 她随即站在分隔岛上惊魂未定 恐怖的行人地狱让人胆战心惊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到宾州费城造船厂 推销他的拜登经济学 但是网友最关注的是这个画面 拜登在结束之后突然在台上来一段急性演出 他好像在跟看不到的人打招呼 到底他对面的二楼有没有人呢 拜登在演说完结束之后突然很快的往前踏了一步 紧接着在180度的往反方向走 动作看起来非常的突兀 这个画面也再次成为网友的讨论话题 拜登已经80岁了 从2021年的1月就任到现在呢 已经被多次拍到很多场合当中 他都是跌倒或是被绊倒的惊险场面 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的报道 拜登近年来搭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时候呢 已经开始走距离比较接近地面 靠近基附的短梯上下专机 避免再发生跌倒的情况 而以下就是拜登在不同登机的情况之下 有一些差异的情况出现 那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指出呢 拜登的两名幕僚现在私下也承认了 是刻意让80岁的拜登走比较矮的梯子 因为可以降低摔倒的可能性 美国媒体更指出 拜登虽然曾经认为除了正式皮鞋 其他鞋子都不够体面 但他最近几个月不再这么的坚持了 有些场合改穿球鞋亮相 刚过100岁生日的美国前国务卿 继星期19号无预警的出访北京 也获得了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接见 习近平借52年前中美关系正常化 表达中美应该合作 还说不会忘记老朋友 对比之前美国高层访中的待遇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能够相提并论的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访的 前美国国卿纪星级 两个人隔着一个茶几分座两边畅谈 习近平称他为老朋友 说他刚过完百岁生日 已经累积访问大陆100多次 他提及基辛吉在1971年7月秘密出访北京 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森 在关键转折期做出了中美合作的正确选择 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 这一次会见的地点特别选在 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 就是52年前 基辛吉和时任国员总理周恩来 首次会面的地点 而美国在过去几个月以来 一连出动三名政府高层访中 其中一个人还是现任国务卿布林肯 但是黛玉完全无法和基辛吉相提并论 基辛格说 我此访是作为中国的朋友而来 当今世界挑战与机遇并存 美中双方应消除误解 和平共存 避免对抗 基辛吉也会见了中国大陆的 最高外交官王毅 以及国防部长李尚福 事实上李尚福一直拒绝 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直接会谈 对于基辛吉受到北京热烈欢迎 美国国安会发言人科比表达遗憾 因为一位美国普通公民 可以跟大陆的防长直接会面 并且沟通 但是美国却不行 科比只能期待基辛吉反国之后 传达他在中国大陆所见 以及所听之道的事情 记者综合报道 大陆外交部长秦刚 消失在公众的眼前 三个多礼拜 现在有很多的传言 这也是目前外国媒体 最想问的一个问题 不过就在今天 大陆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面 进行了三分多钟之后 突然就没有人提问了 发言人毛宁以为 记者会结束 突然开心的一笑 不过事后也证实 记者今天的确没有问到 青刚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 没有其他问题了 还有其他问题吗 那好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祝大家周末愉快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手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做好日常的问题 女伙的选口 小心 那我买了 有颗 开始